包膜的技術也是台灣最領先、最強、全世界最純熟的 我那時候就自己想到無接縫包法 這個包膜的技術是包過去不能入城才做得到 後來我想一想,那我就蓋一個無城市就好了 我覺得賣包膜賣到做是賣給客戶一個終身難忘的店 我們就在用法拉利去做接送 包膜這一個流行是從台灣然後馬來西亞到後來世界各國到比如說巴西或者是澳洲那邊陸續都出現的 包膜的技術的話也是台灣最領先、最強 第一,台灣業者多、競爭多 然後他會互相比較 比較價錢或比較產品強度 也因為這樣的競爭,台灣的包膜確實是全世界最純熟的 我叫陳薇林 那今年32歲 那我從事包膜產業將近10年了 我大概在十多年前吧 原本是在婚紗店的門口做那個趴車小弟 某一天的放假到了光華商場 那時候看到有人在收到那個手機噴膜 我是從噴膜轉為包膜店 也因為客戶來我們現場曾經跟我說 你這個表面這張保護貼不要去撕掉 其實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為什麼這正面保護貼不能撕掉 那保護貼我那時候就是用酒精稍微擦一下 還有一點麥克筆稍微塗一下 後來發現麥克筆是塗不上去的 這是一個特殊的材料 那這個材料是油污啊 像花生油這些油類在表面是無法附著的 那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往這個保護貼的原材料去尋找 那慢慢變成就是一種比較抗刮性的材質 去做包覆 還有正面是貼保貼 那慢慢慢慢又進化到正面是貼的是那個玻璃貼 然後在背後是變成說 多了一些印刷的一些技術層存在 那就慢慢演變到現在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主要強調的是 玻璃貼不要刮傷就好啊 那包上去不要氧化掉漆 那那個時候我就思考說 基本上這樣子手機也是沒有防摔啊 所以說我在2014年的時候推出一個 一個金屬的邊框 最早期 這是第一個 把中文邊框之後呢 第一個摔iPhone 就是全台灣第一個摔iPhone去測試的 那摔完之後效果也不錯 可能摔了三五下 iPhone沒有壞 結果剛好到網路上大家有樂意 這個東西也蠻防摔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奠定的對消費者對我們的記憶 保護貼這個歷史醬 它原本從一個PET的塑膠貼 演變到那種就是比較 比較硬式的壓克力塑膠貼 表面硬度比較高的 這種保護貼啊 它畢竟每個用刀刮去還是會刮傷 要完全做到不會刮傷保護貼 所以只剩玻璃 一般來講的話 玻璃齁 你可以做到等級很高 壓應力很好 壓應力可以承載到二三十公斤以上的 從以前的就是單純防刮 到最後是防暴 到最後是強化防暴 掉地上 螢幕可以防止破裂 有吸震的效果 演變到現在這樣 那後來在iPhone 6出來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就自己想到說 我叫無接縫包法 整個膜包過去往側邊折下去 上面蓋下來邊邊拉 這個是一個新的技術 不用去繞邊條 可以裝殼 沒有問題 那這個包膜的技術是 第一比較講究的是 第一我們包過去都不能入層 可是當時有遇到一個客人就是 我們確定已經包到完全精美 100%非常的乾淨 手機給他檢查 他在現場看了30分鐘 這樣看 看到說他某一個折射 某一個光線 這個地方有一個小點 我認真這樣去看 我看不到 我把它翻開 那個地方稍微把它黏出來 靠感覺去黏出來 他說有出來了 我跟客戶說 如果你要有這樣子 完全完全完全沒有灰塵 可能要無層式 可是後來我想想 那我就蓋一個無層式就好啦 3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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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30公分 這個方體 在外面的空氣的灰塵顆粒 數是千萬顆 可是我們蓋完之後 因為我們頻數比較小 所以循環比較有效率 所以我們第三方檢測 灰塵顆粒數是1000顆 目前的話 在做手機跟貼膜類的話 全世界只有我們小包膜有做 那目前就是 板橋這一間跟台中這一間 目前是兩間 那陸續還會繼續規劃下去 提到就是包膜這一塊 成本如何如何如何 其實我說真的 玻璃保護貼的選材用料 它光價差可以差到二三十倍以上 包膜裁造成本 它不是說材料便宜 而是決定於 你要用到多少的加工的次數 而決定於它的品質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 就是說師傅 他在包的過程這個工藝 因為這個工在切 摸起來是完全沒有任何的接縫 摸起來就是非常平滑 包膜要包到無接縫才是最漂亮 師傅的工很細 所以師傅的工很貴 我就在思考這個問題就是 早期顧客來我店裡的話 包手機 手機放著 所以說幫他安排排件 客戶在等待的過程其實很尷尬 需要時間 它很無聊 我覺得這就是對客戶 招呼比較不周 因為針對這一塊呢 我就決定要去做一個 機場 貴賓室的這種等級 搬進來店裡面 所以就引進了一些 一些按摩椅啊 或者是咖啡啊 未來說不定還有減餐 之類的 讓客人在等待過程當中 會比較舒適一點 基本上我想要做的是一個 體驗館 體驗館定義是 它來的體驗有什麼體驗 而剛好今年因為疫情的出現 我覺得今年最適合把這個體驗搬出來 也許最大原因就是說 客人也許不太願意愛出門 但是如果我們體驗的部分 做得比較足的話 那他就有可能來這邊感受一下 這裡一個全新的記憶點 因為我們的客戶大概占七成的男生啊 那這時候我就思考說 如果我今天用一個比較不錯的車 去做體驗的話 給客戶的記憶點跟感受 體驗會不會更好 那後來我就想想 好啦就用法拉利了 我們就用法拉利去做接送 基本上我們客戶的話就是說 他來包手機嘛 那我們老客戶的話一定有 乘坐法拉利的體驗 上車的過程當中他也可以去錄影 也可以去拍照 基本上會把這一個他喜歡的愉悅的 這個影片跟這個照片 分享到Facebook 我覺得這個是給客戶 一個很好的一個人生的記憶啊 我覺得賣包模賣要做是賣的是個情懷 賣的是個記憶 那賣的是他這一輩子會永遠記住 我們帶給他的一個感受 最終最終是你要賣給客戶 一個終身難忘的點就可以了 好嗎